近高中生病案 虽然已不起訴癥結 不過賴媽媽始終堅信 兒子不可能自我了斷 因為賴小弟在名義上的身負 今年4月過世時 他不僅買了一輛機車車牌號碼 為9513 是賴媽媽的生日 還跟住在美國回台奔餐的姑姑約定 高中畢業後6月24號 要去美國遊玩看看世界 跟姑姑還不錯啊 本來預計喪禮結束後 要著手辦理護照跟簽證 沒想到卻發生悲劇 而對於命案現場啤酒罐內 不只有賴小弟的DNA 還驗出局部麻醉劑利多卡因 檢方也審慎處理 本件根據法醫研究所 毒物化學經驗報告 該報告指出 食者體內滋血液尿液 以及胃濃物 均沒有檢測出利多卡因的成分 本書檢察官亦有韓群台大法醫研究所 指出 因利多卡因致死或致昏迷 需要有一定的劑量 本件死者 因無因利多卡因 而致死或致昏迷之可 賴小弟的死因到底為何 如今還沒有破口 不過就在他生前的種種規劃中 家屬實在難以相信 他會有自強的念頭 在新聞專輪線運真台中採訪到 採訪到